今天我们是来划船奥气垫船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 非常的早 因为我们会还很久 所以不想太晚回去 然后路才蛮远的 所以上午6点钟就起床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待 这个是一个地图 是我们今天会划的一个路线 这个难度是非常低的 但是有5公里长也不算太近了 还有一些图解很可爱的画 你在划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些动物 一些鱼类 跟着搭部队 我们看来要是坐这个校车了 School Bus很久没坐了 上学毕业以后就没做过这个 这个开车的大解很猛 这个山路开的真的有点运策 它会把我们带到刚才地图上小溪流的上游 我们从7点滑回来 到了地点 面对很多7点滑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看我这个 选了一个板 有点像混浆李俊 准备下河 下来了以后我会发现 起点的地方是一些浅滩 一方面大家下水 但是很有可能会搁浅 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能要直接把脚搓到地上 然后这样 让船先离开这个浅滩 大家可以看一下水还是非常清澈的 非常干净的 上路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离开起点了 现在是飘在上面了 就比较舒服了 有微微的风 所以不用滑 它也在飘的 能看到吗 其实今天还是有一些小不浪的 船自己在动 哦 也非常的暴晒 现在是早上大概10点钟的阳光 其实这个船还蛮舒服的 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是 躺在里面 可以舒服的 滑呀滑呀滑呀 大家能看到吗 很明显 这里的浪就比较大了 因为 刚过了一个三角口 滑了差不多 其实有两个小时了 可能有两公里多了吧 然后 这里发现一个 这个有一个摊 然后把船直接拖过来 走上来 可以休息一下 差不多也中午了 我们可以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喝点水 休息一下 也可以晚安用完 吃完了饭 我们继续往前滑 过了那个摊之后呢 会有一片水域呢 是比较深的 大家听这个讲 滑水的声音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滑起来其实会更爽一点 非常的滑 滑过那一片水域呢 就会看到一个地标啊 就是那个前面那个桥 上午的时候那个地图里面就有啊 当你滑到桥的地方呢 差不多就已经完成了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二了 就已经快到终点了 大家看这里的水啊 今天其实有风 所以有一些浪啊 我们其实是在逆流啊 行啊 好累 总算到桥了 现在在这个桥下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应该是可以开车的 现在我已经滑了三分之二了 后面还剩三分之一就到终点了 刚才又继续滑了 有将近一个小时吧 大家看前面隐隐约的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旗子 这个时候呢 就到终点了 哇 有些幸福了 好激动 嗨 哇 现在已经换好衣服啊 上岸了啊 其实裤子是有点湿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很熟悉吧 就是上午我们在这里排队啊 等着坐车的地方 大半天时间 花了5.5公里又回来了 看就是这里 好了 车就停在旁边啊 开车回家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啊 感受自然还蛮爽的 而且很安全 没有任何危险 小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滑 好了我们今天滑出来 先到这里了 好 好